大家好,我是邱平 我现在在湖北宜昌的长江边上面 大家知道黄河还有长江 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两条河流 很多古文明都是诞生在两条河流的旁边 现在呢,黄河、长江上面都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 像三峡、葛州坝、小浪底、还有刘家峡 很多我们也就看过了 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三峡大坝 还有一点,黄河是不通行的 长江是通行,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水路交通线 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啊 那么三峡大坝建成之后 库区的上面跟下面落差大概有100多米 那么这个轮船、货轮、游轮是怎么翻越三峡大坝了 怎么通过去的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给大家介绍一下 三峡大坝参观是门门票的 只需要购买35块钱的那个交通费 所以还是挺划算的 三峡大坝的故事我们就不用介绍了 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 从小的课本都有介绍 下面都是长江水啊 看看这个风景非常不错 刚刚下完雨 看对面那个山云雾缭绕的 那里呢就是三峡大坝 看到这个高的没有 它也是一种通行方式 在三峡大坝也就是这样的称呼 大船爬楼梯 小船坐电梯 你像这个地方呢 就是通行的一种方式 就相当于我们经常看的那种游轮 就是在这里通过三峡 那么三峡这个上面就是库区 这里呢就是相当于下游了 整个这个水位高度 相差大概是113米 也就是说大概是40层楼的高度 还是非常高的 看远处那个水面 风平浪静 我们呢先去看一看 那个大型的货轮 是怎么过三峡大坝的 等一下再走到那里 近距离可以看看 小船是怎么通过三峡的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看一下 大船是怎么翻越三峡大坝的 有一个说法叫做大船爬楼梯 因为我们经常家里 如果你要上二楼上楼 都是要爬楼梯嘛 它这里也是一样的 三峡大坝的落差是113米 它这里呢就建设了五级船闸 就相当于是五层楼梯一样的 这边就是上行 这边就是下行 五个上行一号 下行五号 然后那里还有个大门 就包括这里 那么这个是怎么含义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首先这个船如果要进来 那怎么办 就要这个一级船闸里面的水啊 把它放平 放掉 跟最外面那个水一样高 那么外面的那个船呢 就进入到一级船闸里面 它里面呢可以放很多艘船 放满了之后 这个门就开始关闭 关闭之后 有什么作用呢 那就是说这个二级船舱 要往一级船舱放水 两个平行之后 一级船闸里面的船 就进入到二级里面 现在我们来看看下行的 这也是第三号 第四号 第五号 首先明显看得到 第四已经有船向第五进发 也就是说现在第四跟第四五的水啊 是平行的 它船才能进发 可以明显的看到 它这里还有痕迹 那一开始的话 它这个水位是比较高的 它是第四一直往第五放水 导致两个水面是平行的 那个门打开 船呢 才能向前面进发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船 在向五号里面进发 那如果五号船全部满了之后啊 那这个门呢 就会关闭 关闭之后 五号的水 就开始向 下面那个河流放 一直放 放到下面呢 跟那个江面上平行 那这样船就可以出去了 它一级一级 都是这样 通过的方式 大家多少了解了一点吧 那么 还有一点呢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现在 上行的这个门呢 就这里 正在关闭 关闭之后 水是怎么办的 明显的看到 这个 这里是看不到水的 那么等一下 就会这个上行的 三级 向 二号里面放水 放水之后 怎么办 让三 跟二 水位 一样高的话 二级里面的船 就向三级里面进发 它就是这样一个 循环的作用 总共就是五级 我们 看下面的一二三 看的是最清楚的 它所有的水啊 都是从最上面 往下放的 你打个比方说 下面 那个航道 那个水位是 六十米 它跟第五级那里 上行是第一级 下行第五级嘛 差二十米 那就是说 第一级的水 要放掉二十米高 跟下面那个六十五 一样高 船就能进来 那这里是第二级 它跟第一级 又差二十米 意思是这样 一次内推 那如果要往上升的话 要往上爬的话 就把那个水位线 往上升高 等一下我们就能看到 那个二级的里面 能升高 也同时能看到 这个第三级的水啊 往下降 一降 一升 到最后就会 成一样高嘛 我们看看下行的方向 第五级船杂 那个船 是不是比刚才前进了一点 刚才我们一开始看到 是在那个门的那个中间啊 现在已经到了船舱里面了 这个水位 还是很高的 明显的能看得出来 那等一下 它如果要出去的话 我们就能看到 第五级船杂里面的水啊 飞往下降 降完之后 门就打开 等一下我们能看得到啊 它这个比较慢的 一艘货轮 要通过三峡大坝 估计要一个多小时 长江的航线是非常繁忙的 你看下面的货轮 一艘接着一艘来了 总共是五级船杂 一二三四五 其中 随时随地 有两个船杂里面 基本上是空着的 因为要交替通行嘛 现在我们发现一个很独特的东西 也很有意思的 就是上行的这个水已经降得很快了 我们刚才看到这里有水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然后呢 上行的第二个 看到没有 这个船已经开始冒头了 就是那个船岛啊 等一下就会彻底地冒出来 而且呢 水能够到达这里 到了这里 这些原理 相信大家应该都明白了 就是这个水啊 一升一降 这个门是叫做轮子门 因为打开啊 有点像一个轮子 反正就一句话 上行也好 下行也好 就是每个船杂里面的水 要不通过注水 要不通过放水 使两个船杂里面的水位平息 那么船才能够通航 才能行驶 因为要不然有坡 就上不去嘛 这个是对通俗的说法 看到没有 这个已经越来越高了 这里一艘船 这里也有一艘 刚才我们没看到 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 上行的二号船杂里面的船 大家看看 已经到这里来了 刚才是完全看不到的 大概再等个一两分钟啊 这个门可能就要打开了 最开始那里20米 那这里20米 那这里呢 不知道是不是20米啊 那这样的话 就一步一步上个台阶 就五层台阶的话 五层楼梯 到这里呢 已经走了两层了 那下楼梯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边 就慢慢地要关闭了 很明显吧 关闭之后 就变成一个密闭的空间 硬区非常好啊 这个再打开 那边一号也在打开 这个在关闭 很正好 同时看到这个门在进行动作 那这个打开的话 就证明这两个水 现在是一样高了 然后外面那个也是一样的 就是打开之后 那个船就往里面进发 很有意思吧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地方 就能简简单地看到 货轮是如何翻越三峡大坝的 看了这个一级跟二级怎么进发 就能知道 二三四五是怎么样的 一样的道理 中国的设计者 建造者 智慧确实比较厉害 我们 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个确实是一项世界级的工程啊 没有建造制成 可能很多人想象不到啊 但是现在确实做出来了 这地方的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样近距离看那个门呢 是相当的厚啊 这个 这样看下面还是非常大的 这边的风景太漂亮了 高峡出平湖 看看美不美 这就是三峡库区 这个位置呢 就是下行的货轮 在这里等着排队呢 看到没有 好多啊 船上不知道装的什么 都是用那个防御部盖入的 跟货车一样的 这个就是水路交通线 这个三峡太大了 而且看一下这个水面上的水 特别清澈啊 远处那个就是三峡大坝 壮观吧 非常奇怪 这座货轮怎么一直 往大坝方向的行驶呢 难道它这个是 通行的方向 翻越大坝不一样吗 我们等着看一下 因为再前面一点 就是大坝 因为大坝这里是 一般是小型的船只通过的 就是坐电梯形式 那这座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等一下见分晓 这货轮一直在前进呢 如果试就好了 就刚好能看到 小船坐电梯是怎么回事 坐电梯相当于是一个升降机的形式 这速度还挺快的 它这个是往大坝的方向 然后后面这个是转弯 就是往那个爬楼梯的方向 那个庞大的建筑 就是一个电梯形式 就船开到里面 它就缓慢的下降 各门坐电梯是一样的 当然承重量完全不一样 它这个就直接把它一步 送下这个大坝的下面 这个落差就解决了 我们这样近距离看一下 路口在这里 进去之后到电梯就把它放下去 然后这个大坝的样貌 就是这些 那上面这些吊的不知道是什么 感觉有点像龙门吊一样的 大家有知道的 说一下我也不太清楚 那个船现在比较缓慢 不知道是为什么 哇 有船过来了 运气好 看到了 有一艘船从下面到上面 是坐电梯上来的 怪不得那时候货轮一直在那等 原来是有船 我在这里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终于这个船出来了 这个是坐电梯的 真的没想到 这种货轮也可以坐电梯 我一直在网上看资料 我以为是那种游轮呢 就是从宜昌那边到重庆游玩的 做这种 没想到 今天见到这个了 这个货船坐电梯 不知道一次性是几艘船呢 等了好久啊 好慢 女人一直在播报 船箱门即将打开 船箱门即将关闭 船即将死离船箱门 反正很久 刚才有一几个跟我一起在那等的 等不及他们就走了 这个船也发动了 马上等那艘船出来了 他就准备要进去了 基本上全部出来了 这艘船还挺大的 这艘船也正在缓慢的进入到船箱里面 就相当于电梯里面那个箱子 也要进去 好像只能一艘船在里面 它要等很长时间呢 说句实话 今天来到三家大坝 学习到了很多 也见识到了很多 真的是不需此行啊 以前只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东西 现在在现场看到了 体验到了 我们国家厉害了 官方排